大家好,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GenoScan云条码扫描器和Windows WP8手机是如何连接的。 首先我先给大家看一下手机的型号,我们这个手机是诺基亚的一款手机, 它的型号是,在这可以看到,是诺基亚520这个手机,它的操作系统是WP8.0。 那好,我们现在演示一下如何用WP8跟我们的蓝牙条码扫描器进行配对和连接以及扫描。 首先我们进到系统的界面里面,我们进到蓝牙,先把蓝牙打开, 打开之后呢,我们把扫描器的电源开关打开。 打开之后让蓝色的指示灯进行闪烁,那这时候呢,它就会,手机就会自动搜索我们的硬件。 然后这时候呢,手机已经搜索到一个外部设备,然后我们点击, 点击这时候会弹出一个窗口,就是配对GenoScan SPP8 GoScanner,需要输入配对码, 1,2,3,4,然后点确认。 好,这时候呢,WP8正在和扫描器连接。 但是,但是呢,这时候蓝色指示灯并没有熄灭, 这时候我们不要管它,系统已经发现有这样一个设备就OK了。 这是我们退到主界面,然后启动我们的蓝牙测试程序, 然后测试程序里面会有列出已经配对好的设备, 那我们选择GenoScan的扫描器。 这时候,你看到它已经显示连接, 那这时候蓝色指示灯已经熄灭, 就说明它已经可以进行正常通讯了。 好,我们这时候可以扫描条码。 那条码数据就可以扫到手机里边去。 这时候我们去扫一个其他条码测试一下。 怎么样,条码数据都没有任何问题。 扫描条码数据都没有任何问题。 谢谢大家。 感谢观看